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平常上课习惯都是讲台语 很少用北京话 请容许我穿插使用 因为用北京话讲有时候比较不太顺 比较不太顺 真不好意思 因为我也没办法全部用原住民的语言 所以我都尽量穿插来讲 待会也欢迎各位 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 我们今天去拯对台湾疑问的疑问 我们来做一些探科 台生年这张照片是张 昨天我去台南地方法院 要控告这个黄春明 今天如果各位有注意的话 报纸也有出来 自由时报 还有中国时报 也都有 当然自由时报报的是 比较大片比较大 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人对这个 新闻有没有看过 有看过 有几位有看过 我稍微简单再补充一下 这件事为什么会去告黄春明 为什么会告他 当然最主要我有提出来 我是对事不对人 我是针对这件事情 而不是针对他个人 那我也有提出三个条件 只要这三个条件他符合的话 那我就策告了 我也不要求他赔什么钱 也不要求他什么东西 要求他符合这三个条件 哪三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要公开 因为他之前五月二十四那一次 在台南演讲的时候 公开侮辱了 像这个洪威仁教授 郑良伟教授 还有所有从事台湾母语的 创作的人 还有教育的人 都敢闭 都不倫不类 所以我第一个条件是说 你要公开 应该公开 像这些人 像所有那些从事台湾母语工作 还有创作的人 你要向他们道歉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第二条件就是 当初的这个执行单位 文讯杂志社 应该要把当天的这个冲突的 录影带公开出来 放在网路 让人家来查阅 因为呢 当天研讨会 他们是有现场转播 但是 唯独黄春敏这一场 他们把这个档案消除 下档 就不放在网路上 不让人家看 为什么不敢让人家看 是因为他们比较没有道理 还是怎么样 所以我要求 第二个就是 你要公开你的录影带 放在网路上 让人家来看 让人家来评评你 到底是黄春敏 比较有道理 还是我讲维文 比较有道理 所以我们第一个条件 就是 你要公开录影带 再来第三个条件呢 就是说 这个 5月24日发生这个冲突之后呢 9月25号 黄春敏又来台南演讲 那个时候 我也有跟他邀请说 要不然我们两个人来辩论嘛 就 他所谈的这个台湾语文 台语文的书写与教育的商榷 这个议题呢 我们来辩论 那当时喔 他也有公开答应喔 还签名了喔 我准备邀请卡给他 他还签名喔 但是呢 当我们在私下 在联络时间地点 他都推托 就故意说 啊没有时间怎么样 这样 所以要排到明年3月以后 而且呢 说呢 诶 那辩论的地点呢 不要在台湾文学馆 叫我们陈大自己来办 我说 我哪有 哪有 裁判捐求援的 我自己办 然后我自己又是辩论者 这样不太好吧 应该有 第三者有 当初 举办的这个地点 台湾文学馆 来办理才对的 而且当时候 他也答应说 要12月 的时候来辩论 结果呢 他故意要推托 喔 联络了五六次 都 故意喔 就是 不要出来辩论 那他就是拖延战术 所以 第三个条件 就是说 你要出来辩论 你不能美的 美的 美的那些都不出来 你要出来辩论 所以只要他符合这三个条件 那我就马上测告 我也不要求他任何的金钱的赔偿 也不要求什么 就只要求这三个 厘清事实而已 所以 这是我们昨天 去跟他提告 他也不敢有正面回应 我今天看这个报纸 他还故意装得很委屈 好像说 他说 我已经退休了 也没有钱去聘请律师 他要告就随便他 他讲这个话很奇怪 因为我对他提告是提字数 字数 字数就是说 他本人要出席 他也不能委托律师 你要本人出席 那本人出席 就是把他讲清楚 说明白 这样就好了 根本就不需要聘什么律师 这也是都讨国民党的 都在乌贼战术 而且我也不要求他什么钱 我只要求他把这件事情 真相讲清楚就好了 结果他也都不敢 这就是什么 黄春明 因为他怕他沦为中国国民党的 文化打手的那个正面貌 让社会大众知道 所以他是担心这一点 所以我们会继续 就是说看他到时候 出庭的时候怎么去回应 这就是这个照片 是补充给 有的朋友可能没有看过 这是5月24日那天 因为我抗议他 因为我坐在台下 坐了半个多小时 听他在那边骂人家 然后在五路从事母女工作的人 之后我抗议 结果他就 他也很不错 很生气 他就建设回去 冲下台来要打我 而且还骂 用北京话骂我 用北京话骂我 用北京话骂 那为什么 那时候呢 我跟他抗议 就是那时候 拿海报的一个照片 那时候用中文 还有台文 两种语文 跟他抗议 中文的标题是写说 台湾作家不用台湾语文 却用中国语创作可耻 我是就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会这么写呢 因为他的演讲 他的标题是讲台语文的书写 与教育的商榷 全部都是负面的啦 他一开始就讲 用方言 这种概念去讲说 台湾这都是方言而已 在家里讲就好了 学校不需要教 学校教这个 会造成 这个学生的负担 会增加学生的负担而已 他还说 他去高雄某个学校 看到那个学校 也有教原住民的语言 也有教课语 也有教台语 这样学生 会增加很多负担 他觉得这个不需要 然后又说 我们中国人 台湾人也有过端午节 中国也有过端午节 我们也吃肉粽 我们都吃肉粽 所以我们都是同文同种的 一开始就讲这 然后讲到最激动的时候 像那些搞台语文的 像郑梁伟 红薇人 那些人 都是不伦不类 写那个什么台语文 让他看不懂 不伦不类 他自己 后来他自己也讲过 他说他小时候没有机会 受过台语文的教育 他也不懂台语文怎么书写 我就觉得很奇怪 你不懂台语文怎么书写的人 你竟然来演讲说 台语文的书写教育 奇怪 你自己不懂的 还要来那边批评 所以他就是 其实这是整个国 可以坦白讲 因为他这个活动 是属于文建会的 建国百年的 100年的活动之一 所以照理讲也应该去查查看 最近在讲说 这个文建会花了 两天花了两亿 听说 他这个研讨会 也是好像两天三天 花了好像六百多万 应该也要去查查看 而且他里面请的人都是什么 都是像这种人 表面上说是中华民国 这个建国100 然后这个文学 他讲台湾文学100年 结果他的内容都是要讲什么 台湾人没有文学 台湾人没有文学 台湾人的文学都是 那些中国人来之后才有的 他都要建立这种灌输这种观念 而且他灌输什么 台湾人的母语没办法创作 没办法书学 原住民、客家、闽南、台义 没办法书学 那只是口语而已 那都是方言 你要创作文学 就要用什么 要用中文 用中文才可以 他都在灌输这种 这种的观念 所以这种就好像是 文化在讨动 在下读 文化下读 用我们的国家的预算 去做这种事情 所以当然那时候 我就跟他抗议 他说你个人要用中文书写 是你个人的事情 但是你应该尊重那些 坚持用自己的母语 用原住民的族语 用客家的母语 用台义的 坚持自己的母语 你应该是尊重人家 甚至要钦佩人家才对 人家不care 那个市场 我们都知道 用母语书写的市场 是比较小的 几乎你出版 都是要靠自己出版 不像 不像这个黄村民 他出版 有联合报 有国民党的人给他资助 而且联合报都给他抖 把他抖 抖到说这是文学大师 结果母语的人都是自行出版 销售量都很小 也没有什么利益可谈 你应该钦佩这些人才对 怎么会去侮辱人家说 你坚持母语要干什么 所以他这样的侮辱人家 当然我就抗议他 所以我才说 台湾作家 你不用台湾语 却用中国语 像这样的行为是可耻的行为 当然他就对号入座了 因为我在讲这样的行为 他就想到他自己 表面上他是宜兰人 他是宜兰出生的 但是他在文化认同 基本上是中国认同 这个我没有 没有 没有 他也没有 也没有扭曲他 他20年前在前卫出版社 那时候前卫出版社 他没出一套台湾作家全集 一套很大套 本来也要收入他的作品 结果呢 他拒绝了 他说 我是中国作家 又不是台湾作家 为什么要收在 你的台湾作家全集 20年前他就 他就这样子 另外还有一个人 也是很有名的 也是拒绝当台湾作家 什么人你知道吗 那有个人要看看 还有一个真名的 姓陈 姓陈 叫陈映珍 好 或许各位 如果稍微注意一下 他 这一阵子 已经 生病了 有点病危了 都在北京那边养病 虽然已经病危 以前那边养病了 但是他也有能力去告人 最近 国立台湾文学馆 接到一个律师 接到陈映珍委托律师来的 那个 那个喊是什么 他说 要告台湾文学馆侵权 为什么侵权呢 因为他说 他几年前就已经跟台湾文学讲过 他是中国作家 不是台湾作家 台湾文学馆不要收入他的作品 他说他的作品 绝对不会给台湾文学看 因为他认为台湾文学馆 那是阿扁成立的 他不要 那是台湾人的文学馆 他不要 因为他是中国作家 刚好最近今年 台湾文学馆出了一套 什么台湾当代作家 什么评论集的书 有收入到他一篇 他在评论 亚细亚的孤儿 那个叫什么名 吴佐流 评论吴佐流的亚细亚的孤儿 一篇评论就对了 所以他要搞 他要求说你要撤掉 你没有的允许 怎么可以看 因为我是中国作家 不是台湾作家 所以你要看 陈映臣 黄春明 表面上他们都是台湾出生的 没有错啦 血统上是台湾出生的 但是他整个文化认同 国家认同 都是中国认同 一般人我们都不晓得 我以前也不晓得 黄春明是这样的人 以前我看他的作品 看起来很本土啊 看起来好像很本土 没想到 其实他是把台湾只是当作 就好像中国底下的一个广东 中国底下的一个上海 这样子来看待而已 所以你看 尤其这几年 他们甘愿沦为中国国民党的打手 这样子再欺负台湾人 所以当然那时候我就跟他抗议啊 另外还有一个人也是 也要稍微提一下 就是陈芳敏 为什么要提到他呢 因为我抗议黄春明之后呢 当然陈芳敏也跳出来 你也跳出来 跳出来把黄春明跟山上完 也在那里面 他的论点怎样呢 他有几个论点 他说 第一个 他说台湾如果没有文化 台湾是怎么做文化 你用母医师都没办法 用母医师都没办法创造文学 啊 再来他说台湾这就是罢管 你叫他用台湾来俗下这个罢管 这也是扭曲耶 我们的主张是说 你的母语是台语的 你要用台语来书写 你的母语是客家化的 你要用客家化来书写 你的母语是原住民族 是泰雅语 你就用台湾的话 你是不弄的 你就用不弄的话 要鼓励人家这样子 我们要母语书写 母语创造文 结果他给你扭曲 说你这就是和人讲台语的 要去压迫原住民 要去压迫客家 我没名字面耶 再来第三个 他说 如果台湾各个族群 大家都讲自己的母语 这样台湾会失去沟通的平台 说这样不会沟通一下 我笑话 全世界如果每个国家都坚持 中国人也坚持讲华语 美国人讲英语 日本人讲日语 都没办法沟通 那是不是全世界就用 一种语言叫做英文就好 那你成方明应该放弃中文 大家都使用英文就好了 不是更多人更方便吗 为什么你不放弃中文 你不认同英文 那表示你认同中国嘛 你认同中文而已嘛 还说什么 他说这样会窄化台湾文化 他说没有沟通平台 他会窄化台湾的文化 他说用母语书写的 这样台湾文化会很狭窄 也很莫名其妙耶 他们这个陈方明都说 台湾文学台湾文化是多元的 但是他真的有多元吗 有多元的这个文化吗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政大 政大台湾文学所 现在是陈方明当所主任 他们政大台湾文学所 都上什么课 有机会各位去上台湾网上看看 没有任何一节 跟台湾的语言有关系 无论是台语科语或是原住民 没有一节跟台湾原住民 或是台湾的语言有关系 没变着啦 甚至于呢 我那个 找这个东南这个 那个表格 甚至于他们的陆学考 你看这会不会 政大 他的入学考 他的 他是台湾文学系 台湾文学所 他们有硕士班跟博士班 他的入学考考什么 你看看 台湾所他的考国文 他的国文是指北京话 还有英文 台湾文学史 文学史论的批评 还有中国文学史 你台湾文学史 他要考中国文学史 他要考国文 本土的语文 都没啦 再来喔 他 毕业要求 毕业的语文 你要比较 台湾所要毕业 你要有英文 除了英文之外 还有第二语文 他的第二语文是指日语 德语 法语 本土语文算不算 不算 你觉得很败 这个叫做台湾所 这就是什么 北京话说的 挂羊头 卖狗肉 到底怎么会 这种完全就是跟中文系 没有什么两样 上的内容 要求全部都是中文系那一套 所以他在 政大台湾文学所 表面上是台湾文学所 但是其实就是中国文学所 整个就是这样的 他 他就在抢解释权 他就在解释说 台湾文学就是要用中文书学 其他都不算 但是他又公开 又讲得很好听 那要多元 要多元 台湾文学是多元的 但是他底下的台湾文学有多元吗 完全看不出有什么多元 完全就是北京话 独尊北京话而已 所以我说 陈芳敏他是 人格特质有问题 人格分裂 而且 当初 二十年前 他那时候自己 也是在批判说 这个中国国民党是外来政权 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 但是二十年之后 自从阿扁后期 阿扁开始流水了 他就开始变色了 就开始在变色了 然后呢 他二十年前 他在批判余光宗 余光宗 他也是一个招名 会做到从中国来的一个作家 他在批判余光宗 说余光宗 不认同台湾 只认同中国 这样不行 结果二十年后怎么样 在二零零八年的时候 陈芳敏 竟然在他主导下 政大颁 颁发一个荣誉的文学博士 给余光宗 很可笑 当初陈芳敏在批评余光宗 结果呢 现在竟然又办一个文学 的荣誉博士给余光宗 所以到底是 他是怎么样呢 是人格分裂呢 还是说 哪里有利益就往哪里走 这是针对这个 陈芳敏的佛分 那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谈到这里 那我们就不再多谈 那详细有 针对这个冲突 大家如果有趣 我们最近要出一本新書 新书 蒋维文抗议黄宗敏的真相 明天会在台南办这个新书的发表会 是把那时候 这个发生这个 抗议事件之后呢 包括我啦 还有很多声援的团体 或是个人呢 写的很多文章 我们都把它集结起来 出这本 这本专书 讲了一文抗议 黄宗敏的这个真相 各位如果有 有兴趣可以再去看 好 接着来 我们就要来 就这个议题 要来讨论 说 这个议员对我们 到底是 有什么意义 来生 我们先请教各位 先请教各位 有没有人认为 自己是文盲的 有人认为自己是文盲的 这个也是我之前 各位如果有 有看到报纸 因为那个陈芳敏 也有好几 也有两次来台南演讲 然后我去指引他 第一次我指引他说 我问他 说你是 你敢是台语的千米武 你是不是文盲 你是不是看不懂 台语的这个文章 所以说 这个台语呢 都没有文学 只有中文 他有文学 然后第二次是 我是问他说 你是不是辨色龙 好 请问 在座有人认为 自己是千米武 应该没有人认为 自己是文盲 当然 这个 文盲 到底文盲 什么样才算是文盲 就要看 他的定义 一般来讲 那我说 就不辣字啊 不是字啊 不辣字就是文盲 那怎么样才算四字 辣字是什么 我们 大家在这中文啊 英文啊 应该都很会 甚至日文也都很会讲 如果说自己的母语 只会讲啊 不会写 算不算文盲 那有算文盲 那为什么 在台湾会有这样的现象 就是说 文字的读写能力 都是跳过自己的母语 都是从外来的 中文啊 英文啊 反正自己的母语的文字读写能力 都没有 因为台湾是不正常的国家 就不正常嘛 你看 如果正常的国家 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像日本 有没有说 日本小孩子 只会讲日语 说不会写日文 不可能的事情 他去学校一定是教日文嘛 用他的母语来教啊 但是我们台湾是 诶 你去到学校 你的母语受教权都被剥夺啦 不管你是原住民啊 客家啦 还是说台义的 你的母语教育权都被剥夺啦 只能用中文 所以呢 造成 但我们大家都是母语的文盲 包括以前的我也是一样 我在读大学 在参与台语文 运动之前 我也是母语的文盲 台记虽然并是能讲 但是那 叫我少也不行 是到台北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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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才开始 哦 原来台记是这样的 刚刚台记在外 在台南 également 客家还有原住民 是这样才了解这个 我小时候也都不知道 好 再來我們先請教各位在座各位 你們有人認為自己是越南人 有沒有人認為你是越南人 有沒有 自認為是越南人的請舉手 我相信是沒有人認為自己是越南人 為什麼你不會認為你是越南人 為什麼你不會覺得自己是越南人 想想看 為什麼我們不會認為自己是越南人 或者是有沒有 自認為自己是柬埔寨的 菲律賓的 應該沒有人 那在座 大家都是台灣人 為什麼你會認為你是台灣人 不會認為自己是越南人 是什麼因素讓你認同是台灣而不是越南 那如果說有越南來的新移民 那他會認同他是越南人 那是什麼原因讓他認為他是越南人 那這當然就是跟這個很均勁動有關的 族群認同有關係 那這個族群認同呢 我們可以分為客觀條件 還有主觀的條件 客觀的條件有什麼呢 譬如說客人 譬如說學員送 阿公阿嬤可能都是原住民 那當然很自然而然 爸爸媽媽 孩子也都是原住民 居住地 奉俗習慣 語言 宗教等等 這都是他的客觀條件 這些都是讓你會覺得說 我是達悟族的 我是阿密斯的 我是達燕的 還是百萬的 你會有這些族群 自我的族群的認同 跟這些客觀條件是有相關的 當然就是說 那學員比較重要還是居住地 還是語言 還是宗教 很難講 綜合起來的話 就是說你會認為自己 不同的這個族群通常是 你有一些特徵 是跟人家不一樣 你才會覺得是不一樣的 就好像說一隻貓一隻狗 貓跟狗為什麼會不一樣 貓跟老虎為什麼會不一樣 有哪些是相似哪些是不一樣 那如果 就是說如果有一些特徵上 至少有一兩樣是不一樣的 你才會有區分嘛 如果說你百分之百都一樣 貓就是貓嘛 就不可能再區分了 所以這是這個客觀條件的部分 當然這個客觀條件就是相對性的 就是說居住地比較重要還是語言 還是宗教 那是相對性的 譬如說這個 美國 美國的黑人跟白人 它這個區別最主要是什麼 皮膚色嘛 種族上的差別嘛 所以即使美國黑人跟美國的白人 都是講英文啊 但是呢 它還是很容易區分啊 你黑人我白人啊 而且它通分的比例又不高啊 所以就很容易區隔出來嘛 即使 不管你黑人白人都是吃麥當勞啊 都吃漢堡啦 都吃起司啊 生活習慣也很類似啊 但是因為你有皮膚色不一樣 所以呢 你的族群的這個 這個區分就很容易啊 但是如果這樣 在台灣的話呢 你如果像在台灣的話 我們現在的整個 居住地啦 風俗習慣等等 幾乎都已經很混合啦 比較大的差別 主要是什麼 語言是最大的區別啦 語言是最大的區別 譬如說 風俗習慣或是 一些生活習慣 譬如說穿著也好 我們現在 譬如說館主面 跟客家 跟一般的所有人 穿著有沒有不一樣 我看現場大家穿著都差不多啊 都是家樂服啊 大潤發啦 買的啦 不然就現天啊 大家都一樣了嘛 吃的也都差不多啦 喝的也都差不多啦 唯一比較大的區別是什麼 吞語言而已 不然你說其他 你說血緣上 血緣上我們 同樣都是東方人 整個這個面孔 整個血緣上的差別 體質上的差別 也不是很大 你不像說 黑人白人 分的很大的這個區分 所以變成你語言上 是很重要的一個工具 所以像現在這個拼譜族 拼譜族的認定 怎麼去認定 為什麼拼譜族消失那麼快 你語言消失 你其他就很容易 就完全很容易消失啊 你就很難跟人家去做這個 按理是拼譜族的一個認定 譬如說像我們現在台南西拉雅族 他一直要證明 要呼籲政府 要承認西拉雅族 當然在歷史文件上有西拉雅族 問題是你要怎麼讓人家說服人家 那當然這個語言 以及語言背後的那些文化就很重要 所以像現在我們現在西拉雅族 他們在做 像萬俗捐譜他們就是要提倡母語 把這個西拉雅語要救回來 用這樣跟人家說 比較講得過 要不然 你只從歷史文獻上來講的時候 很難講 這樣我馬上說 我的祖先也有混血到貧埔族 我也是認同他 那我又說可不可以算貧埔族 所以就是說這個客觀條件是非常重要 但是我們在台灣 這部分經常都被誤導說 語言只是溝通的工具而已 語言不重要 語言只是溝通的工具 語言是溝通的工具沒有錯 但是母語不只是溝通的工具 只有外語才是單純的溝通工具 譬如說我之前要去美國留學 因為要去那裡讀書 所以只好要學英文 所以英文對我來講是溝通的工具 但是台語來講是我的母語 它不只是溝通的工具 也是文化傳承族群認同的 很重要的一個象徵 但是我們就是在台灣 經常會被誤導說 語言不重要 溝通就好 這也是很好笑 譬如說像吳伯雄 中國國民黨的榮譽主席吳伯雄 譬如說一張母語還在那裡唸 唸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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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唸 可是客家人也都不會講客家話 原住民不會講原住民話 說台語會做國 年輕人也不會說台語 那這種現象是誰造成的 這是中國黨 中國國民黨造成的 當初他國語政策要求大家都要講北京話 不能講母語 那把方言貶譽成方言 把母語貶譽成方言 這是國民黨造成的 吳伯雄說 他是假的客家人 這個就突顯出他的價值觀是怎樣 你不會講客家 所以是假的客家人 那所以照這樣的推理來講 那當初他要客家人 學北京話放棄客家話 是不是也是要客家人被阻啊 不要再當客家人 不要再認同台灣 不要當台灣人 那改成北京話 就是要叫他去認同北京嘛 去做北京人啊 是不是這樣 如果照他邏輯來講 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他講這句話 反而暴露了中國國民黨 長期以來外來統治者的那種心態 大中國的心態呢 我就是要消滅你台灣的語言啊 原住民的客家的和樂耶 都要跟你消滅嘛 然後讓人認同你是講北京話的中國人啊 這樣他還有一個那個民主 還有那種臉出來批評人家 他是加害者耶 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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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格在批評受害者 所以就說我們台灣的社會都變很無所謂 沒有是非啊 加害者還要出來批評受害者 真正是笑死人 啊這個客觀條件 為什麼講說這客觀條件也很重要啊 就是我剛才也有問各位 在場沒有人認為自己是那個越南人啊 香港愛人會面南 我剛才說的那是外南人 沒有人認為自己是外南人啊 因為在客觀條件上沒有一樣跟越南有關係的嘛 各位也沒有住在越南 也不會講越南話 也對越南的風俗習慣不熟悉 你當然不會認為你是越南人啊 但是今天我如果把你的孫子做起來 你的孫子你的女兒 從小把他放到越南去 他的認同會怎麼樣 起變化啊 就會有變化啊 那當然第一代第二代或許還沒有 還不會百分之百 但是到第三代第四代有可能就完全 而且加上你的教育體制 加上你的媒體的宣傳之後 完全就會不同的變化啊 那這種現象其實很普遍發生在移民的家庭 譬如說之前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也認識很多台美人 就是台灣人移民到美國的這些家庭 第一代去的一定都是認同他是台灣人 頂多他會說他是台灣American 台美人第一代第二代 那第二代呢 通常大部分也都還會講 尤其是老大呢 通常都還會講台語 要給他團 把他募給他留下來 但是到第三代幾乎就不太會講了 那如果到第四代呢 可能完全的就不會了 所以在移民家庭很平常 都經過幾代之後 都會慢慢轉化 在正常的體制下都會轉化 除非特殊的情形 什麼樣的特殊情形 譬如說台灣 我們所謂的老偶 所謂的這些 所謂的外省人 那些人來到台灣之後 第一代的譬如說像好伯春 你要叫他認同台灣 也是強人所難 像這一種的 百分之九之九 是不可能認同台灣 除了少數 譬如說像這個軍衡委 像以前的廖中山 那一種很少數的很少數的 才會認同台灣之外 百分之九之九都不會認同 他不認同當然我們也是 是可以理解 但是第二代第三代 會不會認同 如果正常狀態之下 應該也是會認同 問題是台灣 因為媒體教育 我們都沒有主導權 所以我們到學校去教育的時候 也是跟他說 我們都是中國人 做個堂堂真的中國人 所以變成他 要維持他認同的話 就還蠻強勢的 所以你看相對其他的 一般的移民的家庭的case 這些所謂的新移民 或者是外省人 或是原中國人 來台灣之後 他認同了 不管第二代第三代 他的比例 跟一般的移民家庭 都比較少 為什麼 因為在教育上 是符合他們的 整個都是大中國化教育 反而是我們台灣的子弟 用洗腦也比較多 你看看 像之前 像這個馬英九就好了 你看 他可以拿到700多萬票 那些票 一半以上 不只一半 很多都是台灣人給他的 反而 所謂的這些外省人 這些原來中國人 他會投給台灣人的 有幾個 有幾票 相對是比較少 所以這個也是就是說 在正常之下 當然你過兩三代 在移民狀態之下 會慢慢的認同本土 認同當地 但是那是在正常狀況之下 如果說我們沒有把教育 跟媒體拿回我們的主導權的話 其實我們還是會輸人家 我們的孩子 要是你會 那種洗腦也會比較多 再來 除了客觀條件之外 還有一個是主觀的意識 什麼是主觀的意識 主觀意識是怎麼培養的 主觀意識很多都是透過教育跟媒體 這是我們剛才說的 就是說 你住在台灣 譬如說那些外省人的第二代第三代 明明都已經在台灣長大了 明明他吃的住的什麼 都是跟我們很接近 為什麼他還是有些人 就是不會認同台灣 因為主觀意識 可能因為他的父母親的關係 父母親給他的影響 還有再來是教育的影響 還有媒體的影響 所以他主觀認識上說 我就是不是台灣人 我是中國人 譬如說 我上次抗議黃青文之後 還有一個叫做張大春 也是一個小售家 一個作家叫做張大春 他本身他父母是從中國大陸來的 來這裡他算是第二代 第二代 結果他也是怎樣 不認同台灣 他只認同他是中國人 他不認同他是台灣人的 所以我那次抗議黃青文之後 他也跳出來罵我 說什麼 我們這樣是在排斥這些 所謂的外省人 在搞族群氛化 我這樣不認同 我們都是受害者 你們這些人 用北京話來講的 得了便宜又賣乖 在台灣 甚至在台灣 像張大春這種 在台灣長大的 吃台灣米 喝台灣水 結果又不做台灣人 還敢跳出來講 他都是公開講他是中國人的 為什麼會這樣子 這是主觀意識 而且這些人怎樣 其實他在政治體系裡面 他說既得利益者 他們都是既得利益者 所以他這樣子 所以造成他主觀意識上 他還是認為他是中國人 而不是台灣人 這個是一般 我們談到族群認同 怎麼會認同 我們大概分析的話 大概的認同的過程 是這樣子 用這樣來看 我們就能知道 牧羽重不重要 台灣議論有重要不重要 如果我們不再堅持自己的牧羽 我們的下場 會跟平埔主一樣 歷史上有記載啊 平埔主啊 問題是 平埔主在哪裡 一般人都感受不到 他只成了歷史的一個名詞而已嘛 就牧羽了嘛 所以呢 我們要避免 像平埔主這樣子被消滅的話 我們的牧羽 在台灣的這個case 母語就很重要 語言就很重要 好 這個 我們整理一下 我們剛才說的這個重點 就是說 母語 語言不只是溝通的工具 語言 除了是交通的工具之外 也是文化團成 族民進黨的重要的一個母語改 外語才是溝通的工具 但是母語呢 就不只是溝通的工具 那我們 我們主張是台灣作家應該要用自己的母語 用台灣的語文來創作 你會講台語的 會講原住民族的語言的 你就要用自己的母語去創作 講學法的 就要用學法來創作 你如果講台語就用台語來創作 我們不要太過於care說 用中文寫 比較多人看得懂 那這樣 那乾脆我們大家都用英文就好 全世界人都看得懂 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只把我們的眼光放在中國 中國也不過是全世界的一部分而已 那我們用英文嘛 現在全世界人都在學英文 那我們就用英文寫做就好了 再來台灣的語文 當然包含到我們原住民 國族的俗義 客義台義 再來就是說 殖民者的語言 譬如說日本時代 日本統治台灣的時候 他使用日語 中國黨來了之後呢 要求我們用華語 那當然日語啦 華語啦 在各個不同的時代 他是官方語言是主要的 那因為我們過去受教育 也是受到這個中文的教育 或是早期的 老一輩的是受日語的教育 這是什麼 這是時代的悲哀 這是時代的悲哀 就像這個 那個 蔡英文 他只會用中文 來書寫 而甚至於不會講這個 這個客家話 因為他是受害者 我們過去是受害者 但是呢 我們並不能說 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都繼續使用華語 就繼續使用日語 應該要恢復自己的母語 這種情形就好像說 好像說 有一個女孩子 在路上走 碰到一個歹徒 這個歹徒 捏得抓去抓 把他抓去性侵 性侵了之後呢 說齁 你都當我性侵過了 要不然 你 因為我已經有老婆 要不然你當我的小三好了 你做外生也好不好 你都被我性侵了呢 反正再當我的 當我的小老婆也沒有關係 這樣的邏輯可以通嗎 這不通嘛 所以呢 我們是說 希望以後是往母語的方向來走 那當然現階段 大部分人都沒有受過母語的教育 所以呢沒有關係 短期間可以先用中文 或是用日文沒有關係 但是應該要有一個時間表啊 十年二十年之後 我們應該回復正常的教育嘛 我們是希望要這樣子 但是像黃春梅黑 他們包括那時候的媒體弄出來 就是說 好像我們都是在 就是 你只要是用中文學的 全部都是可恥 他扭轉這樣 其實我們的主張是說 你現階段 這樣使用沒有關係 但是應該要有個過渡時期 十年二十年之後 慢慢的恢復 等到這個 從小學開始 重新母語教育 等到他長大 新的一倍起來之後 再慢慢過度回到自己的母語 是應該這樣子啊 問題是黃春梅他們的想法說 這不需要了啦 反正我們從中間養 都生米煮成飯了 那我們就繼續使用就好了 這是完全不同的觀點 這個也是跟 這個 我們說中華民國 到底是不是外來政權 也是一樣 譬如說台灣民政 正的角度來講 當然中華民國是流亡政權 他只是一個政權流亡 從中國流亡來這裡的啊 當初他會來台灣 那也是麥克阿瑟 要求他來台灣 以及到越南去接收日軍的投降 只是後來 因為怎樣 1949年之後 他的怕蘇招牙嘛 國民黨怕蘇招牙 在中國大陸 跟中國共產黨打 打輸人家 只好繼續佔領台灣 把台灣當成他的據點 以反攻回去嘛 那時候後來又因為發生什麼 因為發生韓戰啊 所以美軍只好正一之眼 逼一之眼 先讓蔣介石的政權在台灣 但是他也沒有說你這樣就是合法 他只是正一之眼 逼一之眼 照理講應該是怎麼樣 應該比照日本或比照韓國 或是比照越南 像韓國在1945年之後 也是美軍佔領三年耶 美軍託管三年啊 包括日本也是啊 在簽署舊星山合約之前 都是美軍佔領啊 美軍管理的啊 那時候台灣照理也是這樣子 為什麼會變成蔣介石的 中華民國在這裡成立 那是因為美國正一之眼 逼一之眼啊 他為了要支持蔣介石 以對抗中國共產黨 以圍堵中國共產黨 所以就是說 那中華民國他只是 非法的外來政權 那照理講當然就是 不應該要有一些選舉 但是現實上 那當然有一些部分可能 這個就是有先兩難嘛 沒有關係 但是過渡時期嘛 但是以後你應該是 終結整個中華民國這種 這種不法的政權啊 這種不合理的政權啊 終結 這種中基路也要終結 而不是說啊 既然我們都 你也有選舉 你也有繳穗 好啦那我們就承認他 這是兩回事耶 我們對母語的主張也是這樣子啊 過渡時期 好暫時用中文 但是以後應該要恢復 這個使用母語啊 那至於說 那台灣以後要選擇哪一個 當這個共通的語言 可以再討論嘛 而且共通的語言 不一定只能只有一個啊 可以有兩種 可以有三種嘛 你可以因地制語啊 譬如說 如果呢 我們到這個 新竹兼石鄉 那邊呆燕的人比較多 那那個 那個地方的 譬如說那個 那個鄭陶 他的官方語言 就是以呆燕為主嘛 那你到了譬如說美農 這高雄美農 明農的地方 那他以客家化比較多 就是以客家化為主 的這個語言啊 你如果說我們台南 台南是說台語的比較多 就以台語為主嘛 你如果說有雙語的地區 那你就那兩個語言 都可以嘛 你可以有不同的層次 然後依照不同的層級 不同的情形 可以制定你符合當地需要的嘛 那你全國可以再選幾個啊 不一定只有一個嘛 甚至連英文以後也可以列入考慮嘛 既然中文都可以列入考慮 為什麼英文就不能列入考慮 所以以上呢 這是針對這幾個部分呢 我們做簡單的一個探討 再來有一個就是 這個 再來呢 我們就要來介紹這個台語文學 針對台語文學這一部分來 這一部分因為我比較熟悉 所以我就針對這一部分 來做一些介紹 就是說 台灣的語文 包含原住民 客家 台語 其實都有書寫的傳統歷史 以前也都留下一些的文學作品 多或少的問題而已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以這個台語呢 以台語的部分來做基礎 來介紹 來反駁 當初黃村民 以及陳芳敏這些人的指控 他說啊這個台語沒有文學 母語無法創造文學 我們要給他反駁 到底是可以創作文學還是不行 好啊我們針對台語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說這個台語文學 到底什麼是台語文學 台語文學就是用台語來創作的文學 這就比較簡單 譬如說 科語文學什麼是科語文學 用客家話來創作的文學 譬如說什麼是泰亞語文學 當然就用泰亞語 什麼是阿密斯 阿密斯的阿密族的語言 等等 那這個台語文學呢 當然這個台語這個詞彙 有一些人可能也會有一些爭議 或是有一些誤解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稍微談一下 先請教各位一下 台語跟台灣語言有沒有一樣 意思有沒有一樣 台語跟台灣語言有沒有一樣 看語意上有沒有一樣 基本上是不一樣 那當然有的人會故意把他混淆 或是說不注意之下 會把他混淆 認為說台語就是台灣語言的簡稱 其實這是兩個不同的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就是說台灣語言呢 其實是一個複數的概念 台灣語言嘛 台灣本土的語言 客家館住民 還是說這個和樂 所以台灣語言呢 基本上它可以包含客家啦 其他各原住民的語言 或是說台語 等等 這都是台灣的語言 這都是台灣的語言 所以台語呢 基本上它只是一個 專有名詞而已 它只說何樂圍 有的人說是何樂圍 或是有的人說是閩南話 說這種圍 我們一般習慣上 把它稱呼這個台語這個稱呼 那有的人會說 你這樣台語呢 這會排斥到客家 排斥到原住民 有的人會這樣的想 請問一下 台語的話 會排斥到其他的族群 用這個稱呼的話會嗎 它的論點是 如果會排斥的話 基本上是指 台語就是台灣語言的稱呼 的簡稱 那你只有講台語的 才算是台灣語言 那其他都不是台灣語言 所以你會排斥到其他的語言 那問題是 台語跟台灣語言 這是兩個概念啊 就好像說 我們台南 我是從台南來的 那台南 這個高雄人可能 要跟台南人抗議 說 要說台灣的南部 我高雄比你台灣南部還要南部呢 為什麼你台南叫台南 那我高雄為什麼不能叫台南 這是兩回事嘛 台南那只是個 專有名字啊 他不是台灣南部的 的的簡稱啊 你知道嗎 台南跟台灣南部 那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嘛 所以高雄也是在台灣南部啊 台南也在台灣南部啊 是這樣子啊 所以有的人 其實呢 這個都是 我有跟他觀察 就歷史上來看 大概這個是解言以後 國民黨喔 開始使用的一個策略 他就是要讓你族群分化 他不需要有台這個字出現 所以不要講這個是台語 這個要叫做閩南語 他要跟中國畫上等號 所以他說這個不能講台語 台語就是會去分化 會去排斥到其他族群 哪那台南人也不能講啊 台北人也不能講啊 台灣北部也不是只有台北啊 啊基隆也是在北部 我們桃園也是在台灣的北部啊 怎麼會叫 怎麼台北叫台北 啊這樣台灣大學不能叫台灣大學呢 台灣很多大學 我成功大學是台灣的大學啊 為什麼你 你台大 就跟人家講說你是台大 所以台大跟台灣的大學 那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這要分辨清楚嘛 再來譬如說 最近有的 有一齣電影很清的 叫Sedic Ballet 塞德克巴萊 啊我們也知道 塞德克巴萊是什麼意思 Sedic就是人嘛 是人的意思嘛 巴雷是真正的嘛 Sedic Ballet是真正的人 真正的人的意思嘛 啊如果照國民黨的那個邏輯 那Sedic Ballet 他也不能這樣稱呼啊 因為他說他是人 啊所以大家都不是人 只有他是人耶 我們不是人 這是兩回事嘛 不能這樣子這樣子誤導啊 啊再來你說達悟主 達悟也是人的意思啊 我告訴說我是人 我是人 啊有沒有否定各位就不是人 沒有啊我是人 我又沒有說你們是人 還是不是人 我只說我是人而已嘛 啊所以說 從這個名稱上其實也可以發現 欸國民黨他故意要讓我們台灣的本土的族群去分化 然後都不要有台字出現 你只能講說啊你這個是南島的語言 你這個是客家的語言 你這個是閩南的語言 都不要讓你有台灣或是台這個字出現 他要降低你的台灣的意思啊 啊所以他就故意高齡的分發啊 所以大家的譬如說我有時候 在報紙上寫台語而已 一條人就跟你 啊用這個台語這個詞位 你是在分 在排斥客家人 在排斥原住民 莫名其妙耶 這是兩回事啊 所以這一部分 在這裡也要稍微再補充一下 好啊再來 我們來講這個台語文學的部分 台語的這個部分呢 譬如說台語是怎樣寫 雖然說 這麼多人 平時可以說台語啦 但是呢 大多數都不會寫 包括我也不會寫 台學以前啦 要不買台語以前 我也不會寫台語 我也是到了大學 大概大二的時候 開始 成立這個台語文社 開始在 務這個 武器的運動 之後呢 才開始知道 後果然來 台語是怎樣的 台語是怎樣的 當然我們一般有幾種方式 一種是全部用漢字 全部用漢字 這是像 過去的這個 割斥歌仔冊的用法 他是用全漢字 另外一種是 全羅馬字 全羅馬字 這部分跟原住民是一樣 也可以用全羅 這個也是一百多年前 台灣就有了 只有報紙 是用全羅馬字出版 台語的羅馬字 再來另外一種是漢羅合用 漢字跟羅馬字 南作用的方式 好 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相片 譬如說這是全漢字 和 這個 好神 蟒仔 台政官 因為這呢 過去的 割斥歌仔冊 這種就是用漢字在書寫 當然這呢 你如果看 你第一次看 你不一定看得到 因為這本來都要去考慮 有的人 會認為說 我讀中文讀那麼多了 漢字也懂那麼多 為什麼你寫這個 寫這個 我看不懂 尤其之前 有好幾次 特別是在 杜振生任內的時候 譬如說他那時候有 有出那個 寫台語的漢字 有好幾次 譬如說媒體 就故意要 要扯他後腿 要去外面 就故意說 你弄這個 台語的卡通 或者是這個 台語的教科書 寫這個 台語呢 看不懂 然後你這些記者 因為你不長進 當然看不懂 你去看日文 你說日文裡面 有幾個漢字 你就說 你怎麼寫那個 那我看不懂 你沒有學日文 當然看不懂日文 你即使會講台語 你如果沒有學 他的台語的書寫 你當然會看不懂 就好像說 美國總統歐巴馬 如果他不學英文 怎麼寫的話 他頂多會講英語 也不會寫英文 讀寫跟聽講 那是兩回事 你會聽會講 沒有學 就不會書寫 而且這個台語的書寫 本來就是 要照台語的方式嘛 你沒有 你不懂台語的 或是沒有 學過書寫的人 你當然就看不懂嘛 這是很正常的嘛 就好像說日文裡面 雖然他有用漢字 但是你不懂日文的 你看得懂嗎 你用那個漢字來猜 那個意思 也不完全一樣啊 不一定猜得出來啊 所以這是用漢字的方式 這是古代的 一個寡邪的作法啊 像這個 另外一種呢 是全漢 全羅馬字的 像說這是創世紀 創世紀 創世紀 聖經的第一樣 這是用八月日 用羅馬日 來出版的 另外一種呢 漢羅的書寫 像這個古鄉的禪 這是南明人所寫的一首詩 不然這個電地人儀書呢 也會把它補作曲 這種是漢羅書寫的方式 漢羅書寫的方式 漢字跟羅馬日 人要用 漢字跟羅馬日混合 譬如說 白靈絲腳長長 想要太久嗎 你來來去去 可以背多嗎 這樣會背過我們故鄉的產 像這個呢 就是用漢羅的書寫 這個漢羅的書寫 什麼時候要用漢字 什麼時候用羅馬字 為什麼要這樣子 這個就有點類似日文裡面 有漢字跟卡納 混合使用的證明 通常是漢羅的書寫 大原則就是說 你如果有漢字 而且這個寫出來 大家沒有爭議的 那你就用漢字 如果說你這個詞彙呢 寫出來的漢字 大家有爭議 或是你不知道怎麼寫 你找不到適當的漢字呢 那你就用羅馬字下去寫 那你就用羅馬字下去寫 所以像這個呢 想要想找問 賣 賣 有的人說 那你為什麼不要用 要不要的要 或者是用慾望的慾 但是這個呢 譬如說你要不要的要呢 你在這裡就變慧義了 因為要在台語裡面 你可以讀成咬啊 也有不同的讀法 所以你到底是要咬還是要賣 那你就變成會容易混咬 所以用羅馬拼音的話 就很清楚可以知道說 啊我就是要討買 想要想找這個問 啊再來 你來來去 可以背多少 可以也是 也有很多不同的寫法 那你如果用羅馬拼音的話 就很清楚知道說 你來討說 可以背多少 好 好 這是現在這個 漢羅的這個 下法 好 再來 我們就要來介紹這個 台語的俗寫的歷史 跟他的這個文學的歷史 簡單說呢 我們台灣疑問的這個 八位俗寫的歷史呢 比中國五順都比較早 過去呢 我們讀中國的歷史 以前讀歷史的時候 或者是上國文課的時候 他都會談到 啊中國呢 八號運動 從這個 胡適開始 胡適開始呢 武適運動 啊武適運動是當時 1919年 1919年 1919年開始的 好 我們現在來看看 看我們台灣的這個文學歷史 是不是比那個更早 啊 那台先生呢 我們也稍微提一下 如果人真講 最早的是原住民 從荷蘭時期 啊 因為荷蘭人們把這個 羅馬字帶進來 啊 開始用羅馬字來書寫 西拉雅 或者是 北部也有 卡拉加蘭的也有 好幾種語言的也有 啊當然現在 留下來的文獻最多是 以西拉雅語為主的 啊像這個 西拉雅的這個 馬台後音 1661年 他就已經有 整個是用荷蘭文 還有這個西拉雅語 對照 出版的 啊 那我們是建立在 聖經也是一種文學作品 之一啊 用這樣的角度來看 說台灣最早的口語的 書面與文學 是從荷蘭時期就開始有 啊問題是 台灣的文學界有沒有 認識到這一點 或是有沒有重視這一點 完全都沒有啦 即使各大學的台灣文學系 台灣文學所 他都不談這一段 啊 包括陳發明最近出了一本書 有關台灣文學史的書 他完全都不提 台灣用母語書寫的 他完全都不提 啊 他說他這樣才是文化多元 秋西洋 我們台灣人會想去說 做菜在畫了菜 做菜在畫了菜 做菜在喊做菜 就是他們這些人 五春名丹風名就是這樣 做菜在畫了菜 啊 像這一種呢 早期 這個用西拉雅語寫的 這個馬台後音 啊當然比較可惜啦 就是 後來 失傳 大概用了150年左右 將近200年的時間 後來就 失傳 因為 貧埔族 沒有堅持下去啦 所以我們現在呢 我們如果沒有把我們的母語堅持下去 再過幾台了 我們的台灣的母語 就完全都沒有了 就跟他們沒有很一樣 剩歷史的文献 就會只剩下歷史的文献而已 再來我們說台語的部分 這個台語的教材 像這是以前的這個白尾寺的教材 像這個白尾寺 使用教科書 白尾寺 剩客本 等等 這個 除了教材之外呢 也有很多日電 早前出的日電 像這個 最早的現存 最早的日電是 1837年 Mathurst 它所變的 福建方言 日電 再來請說 173年 都加特變的 學英台書電 還是說 第一本點 我們台灣正式出版的台語的日電 是這個 鑑威林 目書的 這個 這個 這現在已經改名了 叫做 鑑威林 台語日電 現在已經正名了 好 這是舉例 當然 字典 不只是這些 很多人 這是一個舉例而已 像這是1873年 這個 讀家庭 目書所變的 這個 日電 這是 台語和英語對焦的 例如說 鑑 鑑就是 to guard or protect us by arm or win 用英語改善 這都百幾年前就有了 一百多年前就有了 這個書也不是只有在台灣才看得到 我之前在美國 讀書的時候 那我們的 那德州台海大學怎麼找 也還有 再來 我那個 也有連線 可以連到國際的連線 英國圖書館也有 這些書都查得到 所以一百多年前 台灣的語言 包括原住民的 包括台語的 其實一百多年前 在國際上大家都有 包括請說 我們剛才說的 馬台 福音 很多 荷蘭時期的資料 現在在荷蘭的 他們 請說 萊登的 圖書館 裡面也收藏很多 所以呢 穿這個 都是早前流下來的東西 但是請問 中國黨來了 他有 帶我們台灣的議員 做什麼工作 沒有啦 可以說是沒有啦 完全都沒有 甚至還跟我們打壓 像這是第一本的 這個 台灣出版的台語的致電 甘委進的這個致電 來 再來 我們台灣最早的一份 致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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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百五年出版的 一百百五年 一百百五年 你看 我們剛才 記的那裡 那些出版型 都是怎樣 都是在 中國武士運動之前都有啦 我們剛才說武士運動是1919年 像這個 1885年 我們就 我們就在用白話文 再辦報紙 用 勒馬尼來版報紙 臺灣夫生教學部 啊 像這個呢 我們再舉個例子 像說 他這個 臺灣夫生教學部裡面呢 1886年 有一篇短篇的小說 叫做 日本的怪事 日本的怪書 他這全部都是用白話寫的 白話書寫的小說 這日本的怪書 是在說什麼呢 他是在說 有一個人到 到旅社去 去嫁媚 啊 去到旅社之後 就請那個 店老闆 要給他morning call一下 隔天 有事情 要早點起床 要請他morning call 啊 這個 老闆呢 就給他答應 啊 這個老闆 到旅社後 就要叫他去床 啊 我們知道了 百多當中 沒電話啦 所以那個morning call 要本人給他弄問 所以 隔天 一早的時候呢 這個 老闆就要把這個 人家叫他去床 啊 結果那個 要給他弄問的時候呢 從門外呢 看進去 發現說 欸 這個人很奇怪呢 他在睡覺 然後蓋了棉被 那棉被裡面有這個狐狸的尾巴跑出來 他都想說 奇怪 這到底是人呢 還是狐狸精 他覺得奇怪了 會 會怕 心寒冷 會怕怕 後來他拿出勇氣 拿出勇氣 就 哭哭 弄門 敲門進去 敲門進去 他講話就這樣 皮皮抓 就會沾躲 這位 老闆看到 這個 老闆看到 這個 老闆看到 老闆看到 老闆就是 老闆說 欸 老闆就是 你到底是 老闆 還是 老闆 老闆就是說 沒有 我是 老闆 這點 老闆 要來 反例 我既然这个臂密给你发现 不然你帮我保守这个臂密 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你如果帮我保守秘密 我就可以给你报答 要不要给你报答 你拿十块钱到庙里 那个添油箱的箱子上面给它放着 隔天就让你加倍变成二十块 你如果拿二十块 隔天就让你变四十块 这样子来报答你 没有把这个秘密说出去 这个老板听了就觉得这还不错 一开始他想说哪有可能 不过后来想说那试试看好了 所以隔天他就真的拿了十块钱 去庙里添油箱子把它放 隔天去真的变二十块 所以他又把他二十块又放下去 隔天再去又变四十块 他就想这真败 但是他想说这样变太慢了 十块二十四十太慢了 要不然放多一点好了 他就想说不然我放一千块 他就放一千块 结果隔天去变多少 不见了 变没看的 你觉得奇怪啊 怎么一千块怎么不去 应该要变两千呢 所以他隔天又去又放了一千块 结果隔天再去也是不见了 后来恍然大悟啦 其实他是被诈骗集团骗走的啦 根本就不是什么狐狸精 那是诈骗集团 变成哪来给他变钱的 结果他叫是真正的狐狸精 所以你看一百多年前 我们的祖先就叫我们要注意诈骗集团 结果我们现在还是很多人 那么相信诈骗集团 那种骗钱啦 骗双票啦 骗钱骗选票啦 你看一百多年前 我们的老祖宗就在教训我们 我们的民族性还是不改 还是容易受骗 所以你如果看 这全部都是白话小说 1886年就有这样 再来这个 像说很多人 很多人要看这个 格林童话 格林童话台语版 你有看过吗 也有台语版的 台语版的 像这个1915年 台语版的灰姑娘 她叫做头团 因为灰姑娘 她家里没头团 所以叫做头团 这是台语版的灰姑娘 那当时就把欧洲 那孩子的故事 那个童谣 那个民间故事 有机会就给他翻译 介绍来到台湾 中国又在那支付责业 中国又在那用文言文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用白话文在办报纸 在创作了 再来 再来 像这长篇小说 两篇的小说 出西山 这是电梯盘 电梯盘 博书呢 他说下来 1926年 他的长篇小说 初始先出西山 日本都用台历搜 台历搜 搜 都是白话 來瓦科看護學 整個都用台語學的 再來 數學課本也有 1897年台語數學課本 必算的儲學 這是必算的儲學 像說技術的法度 要怎麼技術 給你加 再來 我們剛才說的這都是早期的 其實還很多啦 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我沒有全部都介紹 只舉幾個例子來講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他除了有文學的 有醫學的 有數學的 等等 也有News 那時候的 當時候的新聞 世界的新聞也都有 等等很多啦 包括像什麼瓦特發明蒸汽機 那也有耶 很多相關的東西 這一部分呢 這好像沒什麼電話那樣 像這一部分的資料 各位如果有興趣 我們最近呢 剛好有編一套這個 台語白話字文學選集 特別是在1920年代以前 用台語白話字出版的這些 我們選錄出來 有分成五本書 很詳細 最近大概12月份的時候會出來 我們到時候會有一個新書發表 就是把當時候 特別是1920年代之前 這些東西呢 這些東西呢 都把它截錄出來 可以讓大家來 所以各位告訴你 如果有趣 可以來看 為什麼我們要提這些東西 這就是說包括現在很多 大部分的台灣文學的研究者 他也都不知道 也不曉得這些東西 有些可能知道 但是他故意也不談 他都會談說台灣的新文學 都是受到中國武士運動的影響 才開始的 他都在強化那種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當然台灣跟中國有一些關係 但是不是全南的 全大部分的關係 像剛才我們看到 全部都是19 19年之前就有了 怎麼會說台灣的文學 是受中國武士運動的影響 才開始用白話來創作 這是扭曲事實 這種話竟然 你如果說黃春敏會講這種話就算了 因為他不是研究者 他只是一個小說家 連陳芳敏這一種 政大台灣文學所的所長 都會說這個話 這實在是白白報 要扭曲事實 他的文學很早就是 最早期是在荷蘭時期的時候 就跟歐洲結合起來 然後後來也是一樣 19世紀末也是因為傳教士 就是從加拿大 從美國 從英國的關係 所以我們一開始 就是跟歐美先有關係 之後才有一部分的人 受到中國武士運動 少部分的人 像張我軍那些去中國流血的人 是受中國的影響 但是各位想一想 日本時代去中國流血的人 很多還是少 很少 日本時代懂中文 懂北京話的人 只有幾千個人而已 有人家統計過不到一萬個人 是少數的少數 只是少數的精英去流血的 反而是會日文的比較多 會英文的比較多 懂北京話反而是比較少 結果我們現在的這些研究者 因為眼睛被拿到 說到潘映天 真的是眼睛被拿到 但是都還是用中國的觀點 在研究台灣的文學 有些是因為可能不知道 那個還可以原諒 有些是明知事實是這樣 但是還故意要去扭曲 像陳芳明就是這樣子的人 所以我們最近會出這一套書 各位有興趣可以去參考看看 很多的很豐富的五本 內容還很多 所以這一套書出來之後 應該可以改寫整個台灣的文學的歷史 好 我們剛才看的 這是這個早期的一些文獻 那有的人會講說 你說那都是早前的 不然現在是還有嗎 沒有 那現在還有沒有 有啊 當然現在還有啊 譬如說當代母語雜誌 譬如說台文通訊 台文通信 台文文部 還是海洋台義文學雜誌 是台文政策 修都市部 還是說客台義專刊 文學客到頂頂 完全也有啊 也還不少啊 當然這裡面呢 用母語書下的最多是台義的最多 因為台義的人口那麼多 所以相對的 現在也有很多人 堅持用自己的母語來創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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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結果 而且這些 像這些刊物 基本上也都是民間自行發行啊 也沒有像黃村民那麼好 有聯合報 有某一些 背後呢 跟國民黨關係比較好的 給他專欄 給他 給他出專欄 給他撲 撲到給他變成文學大師 所謂的文學大師啊 啊 我們也是堅持用自己的母語來創作啊 好 那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呢 不知道這條書 我們剛才說的那條書 以前我也不知道啊 我 讀大學以前我也不知道啊 也是 讀大學 然後參與台語社 這個台語運動之後才慢慢去發覺啊 進來以前有這樣的歷史 為什麼這樣 因為我們就都沒有母語的教養嘛 長久以來我們都沒有母語 母語的受教權都被剝奪嘛 啊 所以呢 舉個例子啊 像越南啊 他們的情形跟我們台灣也很接近 這個越南啊 有一個歷史學家叫 陳中金 他就 他是越南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近代的一個歷史學家 他 在他的有一本書叫做 《越南史略》 就是越南史的書裡面呢 他就有談到 他們以前呢 越南在被中國統治的那段時間呢 他說 不管大人小孩 什麼人那些都給中國歷史 沒有要給本國歷史 沒有要給本國歷史 一點於中國 對本國的事呢 只是知之不提 國人把本國歷史看成為不足道 論為知之無用 他就在感慨 他這一段話剛好 跟台灣現狀完全一模一樣 台灣也是一樣的 譬如說 各位 你們以前受教育的時候 小學 中學 高中 甚至到大學 你們談上的歷史課 有多少是台灣史 你上的地理 有多少是跟台灣有關係 上的國文 完全都跟台灣沒有關係 他都在剝削我們的母語教育權 不只母語教育權 包括對台灣的歷史文化 都不讓我們了解 我們這個母語教育權 如何被剝奪 是多麼嚴重 我要做一個統計 從小學到大學 平均每一週 我們上這個語文課的話 語文課裡面 中文 英文 母語 他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我給他統計 如果從小學到大學 華語 北京的話 平均一週 大概17到24節 你即使讀到大學 一週大概有大一國文 大概四個學分 有的學校規定六個學分 你像我們成大 成大就規定大一國文 要四個學分 必修 合起來 就是17到24 英文呢 一個禮拜也有12到16節 那台灣母語呢 不論你是台語 科語原住民語 一個禮拜幾個 一個禮拜 只有一節 40分鐘 而且只有小學才有 小學完之後呢 國中高中大學 都沒有了 都沒有了 而且小學 我跟你說 自從馬英九上台之後呢 因為他不重視嘛 他也不開始落 也沒有 也開始不去訪視 像最近 新聞不是有出來嗎 他把這個 台灣母語日的訪視 之前 杜正森任內 都會要求台灣母語日 每個學校要實施 然後他會去訪視 要去了解說 你們學校呢 對母語的教學 做得怎麼樣 他對去訪視 去打分數 現在呢 他明年把這個經費刪除 而且不列入 統合四島的評鑑項目 你說你這個學校辦好不好 那母語沒有關係 從此以後不列入 這個評鑑項目 杜正森任內 還把你列入這樣 評鑑項目 現在他說不用了 阿公 這個 因為經費不足 夢想家可以花兩億 結果這種評鑑 他才不要 不只這個母語日取消 包括像這個杜正森任內 他也有辦這個 預定每年都要辦你這個 台灣母語的文學獎 還有要表揚這個 對於推動本土語言 有功的個人 或是團體 每年都要辦理 結果是馬英九起來了 起來之後就怎樣 他說也是經費不足 改成兩年一次就好了 像那個母語文學獎 一次的經費才多少 三百多萬而已 三百多萬他沒有錢 但是兩億他願意花錢 你看這個有效嗎 這就是價值觀的問題 他完全就是否定台灣 阿公 像這個我們之前 六月份 很多社團去教育部抗議 要爭取母語的教育權 他怎麼說 他說 如果增加這個時數 增加母語的時數 會造成學生的 學習的負擔 會增加負擔 跟黃秋銘講的都一樣 結果隔幾天之後 教育部 各位有沒有注意 教育部那時候宣布說 高中 要必修中華文化基本教材 四個學分 而且要分四個學期去上課 要上兩年 奇怪 要上本土研究 那不行沒辦法 排不下去了 那會增加負擔 要讀四十五金 要讀中國文化基本教材 馬上就可以進去 就可以排進去 而且他的流程完全是怎樣 他是先排進去 先把他弄去 然後再去 才去慢慢弄 一層一層的 他沒有照規矩來 那裡行政流程都不照規矩來 他先列進去再講 你看這有揚手了嗎 所以你看 我們現在母語的教育權 你看華語一週平均 十七到二十四節 那本土語言只有一節 幾乎是兩二十倍 幾乎是兩二十倍 你看這有漢嗎 沒有漢 這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在2001年有公布 這個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 那在更早之前 也有兩百多個NGO 以及國際筆會的這些組織 在1996年他們也有公布一個 世界語言權宣言 那這兩個宣言裡面 都很清楚的談到 而且特別是像世界語言權宣言 非常詳細 都有談到說 每一個組曲每一個文化 不論他的人口數多少 他都應該受到保障 應該受到發展 不論你的原住民族 或是台語或是客家 不論你的人口多少 你要有你的教育權 有你的傳播權 有你的使用權 你在大學 在高中 在小學 你有基本的教育權 人家是這樣子的呼籲 這樣子的要求 國際的潮流是這樣子的 結果 我們完全都是 沒有按照聯合國 一再呼籲的 這樣一個 保護 呼籲的精神來實施 所以詳細 你可以從Google去 去抓這兩個宣言 好 再來 我們就要來講 這個看外欄的例 時間有限 先對外欄的部分 來看 接下來我們就要用越南的例子來看看 讓我們台灣有一些參考的這個機會 我們大家先來看一下 就是說 身體在角中精神 在角窩 欲生大事業精神 經愛大 請問這是誰寫的事 猜猜看 你看看 猜猜看 看猜猜對嗎 這是誰寫的事 是台灣人 還是中國人 還是日本人 還是外欄人 嘿嘿 施明德喔 嘿嘿 不是喔 不是施明德 也不是陳水扁 是這個 嘿嘿嘿 是胡志明 胡志明 胡志明 是這個越南 等於是越南的國父啦 東外南的國父啦 就對了 這個胡志明 為什麼會寫這個獄中日記 是越南的國父啦 他跟阿旁一樣 都是由中國黨抓他關過 這個是胡志明在中國 被中國國民黨抓去關 關大概一年多 大概有十三個月的時候 在監獄裡面所寫的獄中日記 為什麼這個胡志明會被蔣介石抓去關 因為蔣介石懷疑他是這個中國共產黨的spy 廖北亞他的間諜 所以把他抓去關 後來才把他放出來 不過呢 越南也是因禍得福啦 雖然說他被關了十三個月 一年多 不過讓他更清楚了解中國的現況 而且讓他了解中國國民黨的醜陋面 所以這個很重要 後來在1945年有一個很重要 等一下我們就會講到 讓他做了一個很正確的抉擇 才挽救了越南 如果當時候他沒有做出這樣的抉擇 沒有挽救到越南 越南可能 現在也是中華民國底下的一個省份 叫做越南省 很有可能這樣子 這是等一下我們要來談的 這個越南這部分 那這部分為什麼要舉這個例子 表示說越南古時候其實他也有用漢字 越南在歷史上他早起 他用漢字也用了2000年 所以胡志明他本身會漢字 所以他寫的這是漢詩 一下這個漢詩 但是他是要用越南語念 北京話其實他不懂 他是要用越南語去念 這就像我們以前那漢漢的台灣人 他用台語去漢字也可以 也是這樣子 那越南用了2000年的漢字之後 後來胡志明拿到政權之後 他就完全不用了 他廢除漢字 改用羅馬字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這個也是等一下我們要來談 這是我們快速看一下 越南的這個外來 受到外來統治的這個歷史背景 從公元前111年到公元10世紀 大概1000年是被中國直接統治 那在接下來的1000年是封建王朝 雖然他們有自己獨立的王朝 但是基本上跟中國是維持環繡 中環的這個關係 那到了19世紀1862年之後 他成了這個法國的殖民地 法國進來逐漸慢慢的 逐步的併吞這個越南 1945年之後 這個胡志明宣布這個越南獨立 所以我們待會兒就在1945年 這一段歷史來做補充 在某江世紀不同時期 他使用的文字大概是這樣 主要早期幾乎都是以漢字為主 那在越南的文學史觀裡面 他如果談到古典的文學 他現在幾乎都不談漢字的文學 都是用字南 越南有一種字南字 類似台灣我們剛才講的 是用漢字來寫越南字的那一種 基本上越南在談古典文學 都會談字南字的文學 那如果近代的文學 當然他是以羅馬字的文學為主 那早期的這一種用漢字寫的 特別是在被中國統治時期用漢字寫 他不認為那是越南文學 他認為那是只是歷史文獻而已 因為那是統治者為了統治的方便去紀錄的 那個不算是越南文學 大概的情形是這樣 好 我們現在呢 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我們現在來談 我先舉一個例子 有一個反觀 越南的早期也是跟台灣一樣 20世紀初的那些早期的知識分子 他對越南以後要應該怎麼發展 他也有提出他們的看法 20世紀初的時候 越南也是在法國統治底下 有一個范瓊 范桂 他也是一個很有名 他是南風雜誌的主編 南風雜誌也是越南近代 對於越南的語文 越南的文化發展很重要的一份雜誌 在1931年南風雜誌第164期 這個范桂他就有談到 他就說 總而言之 國學不能脫離國文 如果沒有國文 就無法成立國學 那我們越南國過去 不應該用漢字建立國學 未來也不應該用法文建立國學 我們越南國要建立國學 就要用越南語文才對 各位可能會以為說 范桂他是不是因為他不懂法文 不懂漢字 其實不是 他是漢字法文都很懂 他本身是做同意的 他是法國統治 他是法國統治 是以時期底下成長的 悉尼輩 少年人 所以他法文其實也很厲害 漢字也很厲害 自然也很厲害 當然越南羅馬字 是沒話講也是很厲害 但是他有深刻的反省 他認為越南應該要 如果可以擺脫法國殖民統治之後 應該要恢復自己的母語 他沒有像陳芳敏 像黃春敏這樣子 阿祖說我們用法文用那麼久 那我們乾脆就用法文來創作就好 他沒有 我們現在呢 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 為什麼這個 胡志明在1945年之後 會決定 會決定用這個羅馬字 為什麼要廢除漢字 那這個跟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呢 蔣介石佔了越南 有關係 那以前我們談歷史課本 談到台灣 在戰後二次大戰結束之後 都是談說 就根據開樓宣言 台灣就回歸祖國了 這其實也斷章區域 扭曲日史 片段的歷史 包括這幾年 大家都在指引 開樓宣言 根本他只是一個宣言而已 那等於是一個 現在我講的 新聞稿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沒有法律效用的一個宣言而已 這種宣言 跟很多年輕人在講的 愛情宣言都一樣 那就不遵算了 只有愛情宣言 你沒有結婚證書 沒有用 這個就好像說 我在這裡宣佈 發一個新聞稿說 林志玲是我的媽 你要相信嗎 你不要說笑死 你不就要林志玲跟我同意 要簽字 不才有尊勝 你假如說 法國新聞跟我說林志玲要嫁我 人家動作笑 所以開樓宣言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真正的 蔣介石為什麼會來台灣 其實這一段歷史 我們要補充一下 這一段歷史 我以前也不知道 我是幾年前去越南做調查 才發現 其實呢 蔣介石來台灣 是根據 麥克阿瑟 聯軍 麥克阿瑟 要求蔣介石 代表聯軍來台灣 以及越南北緯 16度以上 去接收日軍的投降 所以蔣介石的任務 不是只有來台灣 他還要去越南 但是越南這一段 在我們的歷史教科 是完全被刪除 為什麼會被刪除 但是這一段歷史 在越南統統有記載 我去發現沒想到 越南的高中教科 是都有記載啊 結果我們都不知道 包括我以前幾年前也不知道 我來補充一下 就是說 在1945年之前 就是日本還沒投降之前 這個胡志銘 其實他已經聽到風聲了 他知道說 日本即將投降 而且投降之後呢 聯軍可能會要求蔣介石 來佔領北越 接受日軍的投降 所以他那時候 1940年代他急忙 他那時候還在中國 他急忙趕回越南 要去做武裝起義 還有游擊戰的準備 他準備說 等日軍如果一宣布投降 他要接收 這個要搶先一步 去接收日軍的投降 所以呢 在1945年8月15 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投降之後呢 這個 這個 這個福志銘真的在越南各地發動起義革命 短短兩個禮拜之內呢 現在我們看這是越南地圖 一點一點紅色的 就是當初起義革命成功的地方 幾乎所有大城市都被他佔領了 兩個禮拜 起義成功 所以各位如果有機會去越南 你看他每一個城市幾乎都有一條路 很大的路叫做八月革命大盪 他就是在紀念這段歷史 干網堂擔八月革命大盪 那這兩個禮拜 他發動起義革命 然後他馬上成立越南臨時政府 馬上成立越南臨時政府 然後在隔月 9月2號馬上宣布 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 為什麼他動作要那麼快 因為他怕蔣介石如果進來 你如果沒有一個法理上的 一個臨時政府的話 那蔣介石隨便要他怎麼弄都可以 那你要當地的一個 合法的一個政府出來 才可以跟他對抗 所以他趕快就成立這個臨時政府 然後宣布越南獨立 9月2號就馬上宣布越南獨立 那真的這個麥克拉斯 那時候就發布第一號命令 要求蔣介石到台灣 以及到越南北部 來接收日軍的投降 所以呢 蔣介石也根據這個 所以從雲南釣了20萬的大軍 進到這個越南 這是1945年 蔣介石的軍隊 到了越南海防的時候 在集結的照片 這個資料 我是從越南那邊的 這個革命博物館 去調到的資料 請越南的朋友幫我調出來 你看他這 這也是他的軍隊 要進到這個越南河內的情形 這也是軍隊在那邊集結的情形 這是南部 越南南部是由英國的軍隊去負責接收 這是他們越南的游擊隊 做的那個土資的這個通報器 他是要通報 我看他這個說明是指說 他們要通報說 蔣介石的軍隊已經走到哪裡了 要通報 那時候蔣介石派這個盧漢帶領20萬的大軍 進到越南 那這個20萬大軍進到越南去發生什麼事 第一個他蔣介石說 我這20萬大軍進去吃的用的穿的 全部要你越南買單 所以你越南要提供我大批的糧食 大批的黃金 大批的這些資源 那時候剛好越南南北交通 中斷然後農作物收成不好 那南部的這個米運不上來 那北部剛好是饑荒 那因為已經是饑荒了 結果你蔣介石還要求要給大量的糧食 所以他胡志明只好去搜刮人民的糧食 那人民沒有糧食之後怎樣 要食 結果呢 就很多人餓食 大概據統計大概200萬人餓食 兩百萬人餓食 因為這樣子餓食200萬人 再來他的軍隊進去之後 跟那時候1947年來台灣的部隊也是一樣 紀律很差 吃東西不付錢 都軍隊紀律換散 然後又帶貨亂兵進去 造成當地的人很大的反感 然後呢 再來 再來 蔣介石要介入越南內政 他說齁 你咬手那麼快 給我成立臨時政府又國會什麼的 那你要讓出席次出來 一半的席次要讓出來 讓給越南國民黨的人 要給親中的人 所以他那時候也有扶持越南國民黨 然後要求你的副主席 就是由阮海誠 阮海誠是越南人 但是呢 簡單講是越奸 他去參加黃埔軍校 然後在蔣介石底下當了將軍 然後他來 他要求說你的國家副主席要讓出來 要給阮海誠當 然後你的這些國會什麼議員 一半的席次要讓出來 給親中人士 所以那時候胡志明看得很不爽 你這樣要吃要拿錢都不會 要我大量大批的糧食黃金 你要介入我的內政 所以他就很擔心 而且剛才也有談到 他之前去中國很多次十幾次 而且被國民黨關過一年多 所以他對中國國民黨非常了解 而且他知道中國的本質 他認為說 如果讓蔣介石繼續留在越南 那越南會很慘 可能會被他佔領 他就不放了 因為整個從中越兩國幾千年來歷史都是這樣 中國有能力的時候都想辦法要攻打越南 要把越南拿起來 那越南有能力的時候就把中國打回去 基本上歷史都是這樣 所以他就很擔心 你蔣介石留在這邊 你就不走 所以他就要想辦法把蔣介石趕走 要怎麼趕走 如果你是黑志明 你會用什麼方法趕走 你會用什麼辦法趕走 所以他就在思考 我們現在看的是他們的革命保護館裡面 一個百幽畫 一個百幽畫 一百幽畫 在說那當時黑志明在那補坡 在想 看要怎麼把蔣介石 還是說法國 還是從日本這裡的社力幹走 後來他想出一個辦法 想出一個苦肉劑 這個福志明就跟這個法國私底下談條件 因為1945年之後呢 法國打算重新回來管理佔領越南 因為之前越南是法國殖民地嘛 那1945年之後 那時候還沒有解決 還沒有講說越南怎麼處理嘛 所以法國就很想說趁這個時候再重回越南 那福志明就抓住這個法國人的心理 所以他去跑 他去跟法國談條件 他說 你如果法國人可以幫我把這個蔣介石趕走 那我就歡迎你回來 歡迎你回來取代蔣介石 你可以派軍隊重新回來 這個法國人聽到很爽耶 這樣剛好符合我要重回越南的這個打算 所以法國就去找蔣介石 找蔣介石談條件 他就說你蔣介石 你如果從越南撤出 退出去 那我就放棄以前 中法簽訂的不平等條約 那些不平等條約全部都廢除 蔣介石聽到這樣也不錯 而且那時候國共已經內戰了 他也需要軍隊 所以他這樣也不錯啦 那你要放棄中法不平等條約 跟你交換 所以蔣介石也答應 所以他隔年耶 1946年 他才軍隊 20萬大軍 才慢慢從越南撤退出去 然後由法國的軍隊去取代蔣介石 我們看到這個照片耶 是這個 胡志明跟法國的代表 簽訂一個 所謂的六三協定 就是剛才講的 他統一法國進來 取代蔣介石的一個協定 這都有照片為證 1946年3月6號 簽訂的所謂六三協定 我們剛才講的這個歷史呢 這不是我瞎拍的 這是這個越南的歷史教科書 這一個教科書的方面叫歷史 歷史就是歷史 第十二冊 高山第二冊 第三章 中八 1945年到1946年 越南的歷史 什麼 在這就下跌了 北緯二十 北緯十六度以上耶 蔣介石派二十萬的軍隊來佔領 剛才講的大部分都是 從這本書裡面 那有一部分的資料是從 我在去田野調查 所拿到的一些資料 這個呢 像這張照片是那時候 胡志明在9月2號宣布 越南獨立之後 隔六天他在馬上宣布 要推行越南語 要恢復自己的母語 不再用法語 也不用漢字 要恢復自己的母語 而且要用羅馬字的書寫方式 那為什麼要用羅馬字 當然他本來越南在十六十七世紀 就已經有羅馬字傳入了 就跟那個西拉鴨語一樣 也是十七世紀的時候 就已經有了 慢慢二十世紀的時候 慢慢才開始普遍 胡志明起來的時候 他規定全部採用羅馬字 為什麼呢 為什麼他不用漢字呢 因為他擔心 如果越南繼續用漢字 那蔣介石要佔領越南 非常簡單 你人民地名全部都看得懂 你的書全部都看得懂 很容易啊 因為那二十世紀初 那時候還是文言文很普遍的 的時候 所以你如果用漢字的話 對於蔣介石 要佔領越南是非常簡單 如果把漢字切除 不用漢字的話 蔣介石要佔領越南 就相對的阻礙會比較多 所以他有政治跟文化的考量 所以他就把整個漢字廢除 他直接用羅馬字 所以他就發起一個 學羅馬字的國民教育的一個活動 這也是那時候在任何地方 在鄉下也是一樣 他都鼓勵人家要學羅馬字 這是那時候他們在鄉下的一個 學校在教羅馬字 連這個他們的遊擊隊 你看他們槍擺在旁邊 有機會他們也要學羅馬字 要把自己的魔語恢復回來 那種決心 再來最後呢 這是這個越南獨立報 1945年的一個越南獨立報 那這份報紙裡面有一些漫畫 這一幅漫畫是什麼呢 他在描寫說 這個是日本帝國主義 那這個光頭這個是中國人 那中間這個是越南人 這是緬甸人 那底下呢 最底下 被踩在底下的是台灣 這個是朝鮮滿洲 他在描寫說 日本帝國主義在侵略亞洲弱俠民族 其中最慘的是台灣 因為台灣被日本統治了50年 所以第一個殖民地 第二個是朝鮮 其他中國正在被欺負 越南也是被正在被欺負 你看1945年那個時候 越南人的觀點是 台灣跟中國是不同的民族嘛 那本來就不同的兩個民族嘛 結果我們台灣人自己 公公 台灣人自己 認不清台灣人跟中國人有什麼不一樣 還在那邊期待說 日本投降了 希望祖國的軍隊來解救我們 結果 來的軍隊是否是好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就是反映出 1945年前後呢 台灣的早期知識分子 對中國呢 因為缺乏中國的經驗 所以對中國有個妄想 所以做下一個錯誤的決定 沒有很清楚的領導 那時候的台灣人 但是呢 越南人因為有胡志明 因為他因禍得福 被國民黨關過 所以後來他認清國民黨的野心 才有機會把蔣介石趕走 如果他沒有把蔣介石趕走 他真的會變成 中華民國底下的另外一個越南省 就跟台灣一樣 所以當初蔣介石來台灣 根本就是照理講 他任務達成之後就要回去中國 他接受日軍投降之後就要回去 但是因為後來的韓戰爆發 加上又後來的越戰爆發 美國需要蔣介石的幫忙 需要他來圍堵中國 所以暫時讓他介石環粉 在台灣介石環粉 所以這個也是 目前台灣的這個地位 有點模糊的這個狀況 大概是這樣子 這步不知道各位有什麼問題嗎 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是這個 最後年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今天時間也很悠閒 我想我這問科 我就先講這 謝謝 如果各位有什麼問題 我們可以適合再聯合 各位如果要找我 可以 我在成大台灣文學系 你如果google一下 台灣文學系 或是google外名 講完文 google就會走出來 我自己專門的網站 就會出來 好 如果沒有什麼問題 我這問科 我就先講到這裡 感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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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